昨天凌晨在桃園市统领广场商圈附近 发生了暴力事件 当时一名最悍酒后想起前一天去买鲁味 时候这摊伤老板娘态度不佳 他居然因此骑自行车跑去攻击老板娘 导致这老板娘被打到头破血流倒在地上 受警方获报 巡线钓鱼的监视器逮到这一名最悍 原警带着磁蟹攻击鲁味摊老板娘的饭鞋 来到现场厘清案发过程 桃園市统领广场附近 19号凌晨发生一起 罪悍无故攻击摊伤的暴力事件 这不是有些人就是 喝醉酒来吃宵夜这样子 很多啊 很多 那会不会常闹事 每天 每天哦 真的 每天就是 就看警方跑的样子 抓一个走 不然就是救护车会来这样 警方带着犯案男子回到案发地附近 寻找被丢弃的凶器 接着戏画面看到男子攻击鲁味摊老板娘后 骑着自行车扬长而去 辖区远警货报到场 立刻巡线找到这一名59岁的灵性犯贤 被打破头的鲁味摊老板娘 紧急送医确定没有脑震荡 包扎伤口后已经出院 至于喝醉磁蟹打人的灵性男子 警方依伤害及杀人未遂等罪嫌 喊请地检署侦办 记得王小华 同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